韓國瑜的挑戰恐怕在於市議會 市議會這部分他應該是無從迴避 只說現在的策略已經調整 再加上郭台銘的強力反攻 對韓國瑜恐怕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們自己有選舉過 我們在看民調的時候 會看整體的趨勢的變化 韓國瑜是一路下滑 他只要沒有爆炸性的作為的話 他就一路下滑到底 他會自爆 自爆 不過他自爆都是越下滑越快 掉得越快 那郭台銘他剛開始看起來 他的出場有點政治小兒科 好像是不太成熟的一個政治人物 但是他很快速調整自己 大家還記得他剛出場的時候 是去因為那地震 說什麼松仁路有一個裂縫 他去看就是有 去到現場很尷尬 像落荒而逃的感覺 媒體拍起來就很難看 可是現在開始他每一個動作都很精準 開始各個電視台相關的媒體 開始風向在轉 支持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 我看他的民調是一路在往上爬 所以說接下來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韓國瑜要面對在議會各種嚴厲的監督 國民黨他們一定不會很用力監督 但是呢像昨天和今天這種方式 反而是讓韓國瑜更扣分的方式 所以韓國瑜接下來他的路一定是往下滑 一直往下滑 所以說郭台銘可能會在一路這樣看起來6月7月的時候 可能郭台銘就黃金交叉過去 到時候在這個市政的經營上面 其實講真的韓國瑜會是需要郭台銘的 因為韓國瑜他不知道怎麼施政 他只會賣水果 郭台銘幫他買水果 那郭台銘還告訴韓國瑜說 我要把天津的廠搬回來高雄投資 你好好當高雄市長 所以這些座位上面呢 郭台銘的後續的那種升量的整個上揚 會很快速 所以他可能是幫韓國瑜可以幫的比較多 比如說科學園區怎麼樣佈局 他的廠怎麼樣回來投資 他可以直接要求韓國瑜直接把產線拉回來投資 反而是幫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呢 對郭台銘來說 韓國瑜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幫助 沒有什麼幫忙的點 所以說他只會一路往下 郭台銘一路往上 很快就進入黃金交產